基隆市議員宋維麗邀請市政府公務處和產發處等相關單位人員 以及中山區中心里長李靜發和第一警社區管委會等人到大船路港回車塔進行會堪 因為管委會反映在出路口的地方每逢下雨排水溝就會溢滿水到路面上 另外里長則指出回車塔裡面的牆面也贓物不堪 宋維麗都要求市政府相關單位緊述改善 他們的出路口這地方每逢大雨的時候都會有水溢出來遇到路面上 遇到路面上之後他們的停車場也都會淹到水 因為停車場裡面比較低洼 那我今天請下水到客來現場來看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中間部分可能有堵塞的狀況 那應該不是因為水水會亂竄的原因 那所以說他們在進行內會到現場來改善 要求我們公有建築客 希望他們能夠照以前的網立 能夠清洗我們這個回轉道的牆面 因為它的清鳥的成立之後呢 因為來往車輛非常的多 那外縣市如果進入這個回轉道的話 會感覺到說很乾淨 覺得說整個牆面都是無垂 所以說希望公有建築客能夠 儘速派員來這邊清洗 市政府相關單位也同意儘快用水柱 沖洗水溝內的雜物減少堆積造成溢水的情況 也同意今年內將回車塔裡面的牆面沖洗乾淨 恢復美觀和整潔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